据环球网8月3日报道 中俄西部联合2021演习将于8月9日至13日 在中国宁夏回祖自治区青铜峡合同战术训练基地展开 俄罗斯国防部8月3日发布的视频显示 已经抵达中国的俄军参演官兵并未携带武器装备 而是选择直接使用我军的现役武器 这是俄军首次掌握并使用解放军的军事装备 从俄方发布的视频来看 俄军东部军区的部队驾驶了我军的11式轮式突击车和08式轮式步兵战车 俄军还试射了一发105毫米的榴弹 榴弹精确击中1100米外的目标 俄东部军区副司令米哈伊尔诺苏列夫中将 检阅了使用中方机械化装备的俄军魔步履士兵 并预祝这些士兵在未来的作战中表现良好 在去年俄罗斯高加索2020战略演习期间 中方参演部队首次在联合演习中 呈建制使用俄军主战装备 中方驾驶员使用了俄军的T-72B-3 BMP-3步兵战车和短号反坦克导弹等装备 专家解读称 从这次演习可以看出 中俄两军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加深 协作关系进一步提升 放在当年的国际环境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